那么我们继续 IoLink总线内部总线又包括一些什么东西 IoLink就是叫IoLink总线 它呢包括系统主站 系统主站就是CNC内置的PMC 系统总线在这里 还有呢Io连接设备 具有IoLink接口的 这个是具有IoLink接口的超级面板 制成的设备 还有呢 这个分布式Io 还有呢0IC的单元 还有呢 具有IoLink接口的BetaIDA收拾启动器 这一些都是IoLink 重绽 IoLink重绽 好 FSSE 告诉串习师傅总线的系统 它包括哪一些呢 一个 首先主站 主站就是CNC FSSE的主站就是CNC 还有呢 重绽设备 重绽设备有 AlphaI虚动器 BetaI虚动器 那么这个 0IMETC 我们说了 它的配套的虚动 因为基于经济性来考虑 它一般配呢BetaI的系列的虚动器 好 这是0IMETC的 好 那么0IC的呢 它的FSSB总线 它的主站也是CNC 它的重绽 AlphaI或者BetaI的虚动器 还有呢 我们在图上就画出来了 还有外知识的测量检测接口 外知识的测量检测接口 这些都是FSSB系统的重绽 这些都可以通过FSSB总线来经济连接 再来看 FSS0IC 这里不包括呢 经济性的0IMETC 它可以通过功能全键 增加CNC与工业以太网连接的接口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它可以接到以太网上去 成为整个CNC系统 使整个CNC系统成为上一级工业以太网系统的一个重绽 然后重绽 那么所有的这些Iolink总线呢 和FSSB的总线都共用 现在就说了 共用一个人机操作界面 共用这么一个人机场景 这是FSS0IC的组成 那么我们刚才呢就是两个角度来讲解了FSS0IC的组成 一个是川流通的角度 一个从网络控制的角度 下面我们看第五点 FSS0IC的原理框图 那么这是讲FSS0IC系统 那么有哪一些部分组成呢 因为控制单元 比如哪一些部分组成呢 我们看看内部的结构原理框图 这个图 对于这个图我们来看 哪一些部分呢 一眼放过去 有CPU卡 有显卡 有轴卡 等等 那么CPU卡 包括 CNC的CPU 包括呢 包括呢 操作系统 您的软件 包括呢 Dram 与标准的呢 这个 二三二的 串行通信接口 等等的器件 就是CPU卡 中间的显卡 显卡呢 有形式控制用的CPU 有呢 Dram 有VGA 控制器 有图形控制 以及呢 以太网 接口 器件 这是显卡 还有 轴卡 啊 左边那个是轴卡 又叫轴控制卡 轴卡呢 包括了DSP 包括了 SRAM 包括了 SRAM 与 FSSE 总线接口 等等的器件 好 还有 再看 还有呢 PMC 包括了 CPU的模块 包括了 PMC的存储器 还有IORAM 还有呢 IOLINK 总线 等 啊 好 CPU 显卡 轴控制卡 PMC FROM SRAM 模拟 主轴 选件 以及呢 MDI 单元 串行 主轴 接口 这一些 都在 单元 内部通过 内部的 总线 进行链接 那么有一些呢 是可以 与外部 设备链接的 哪些呢 有RS22 这是外部设备链接的 有以太网 就可以跟外围网来链接 有IOLINK 总线 IOLINK 总线 连接 FSSB 总线 这些都可以直接连接外部的设备 第六点 我们看CNC单元 及其附件 我们介绍一下CNC的单元 及其附件 首先 第一 我们来看看CNC 与MDI LCD单元 我们原来说了 0I C 和0I A B的区别 是0IC呢 它的CNC MDI LCD 是集成到一块的 把它集成到一块 好 那么 0I MATE 它具有了这种基本的功能 0I 它呢 它具有了这种基本的功能 0I 它呢 可以有一些选项功能 选项功能 DNC 我们看 DNC1 是实现了CNC系统 与主计算机之间 传送数据信息的一种通讯协议 即呢 通讯的指定库 DNC1 是由法达各公司开发的 主要是用于FMS加工单元的控制 FMS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看FMC FMC是柔性制造单元 F就是FLEXIBLE 这个F呢是MANUFACTURE C呢是SELL 就是柔性制造单元 柔性制造单元 什么叫柔性制造单元呢 它是由单台竖定加工设备 上架料机构构成的 有些普通的我们单台竖定加工设备 都是手动把这个工件装上去 然后呢再运行加工程序 然后再加工 加工完了再手动把工件卸下来 这是单台的加工设备 好 稍微高充一点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有自动上销料的机构 我们拿个机械手 可以呢把这个工件 从铺里面加过来 放到机房上面去自动夹紧 然后机房再加工 然后呢一接手 加入完了接手 再把工件拆下来 放到铺里面去 这个自动上销料的机构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柔性制造单元 那么柔性 那么FMS又是什么呢 S就是把这个SELL变成了SYSTEM 我们叫柔性制造系统 柔性制造系统 FMC是一个规模最小的 FMS 特点呢是实现单机柔性化和自动化 所以一个一台加工设备 来实现柔性化和自动化 那么柔性制造系统呢 是指的多台的收工机床 由集中的控制系统 即能物料搬运系统连接起来 可以在不停机的情况下 实现多平准中小平准的加工机关力 也就是我给一个工件 我在自动的从第一台机床 对第一台机床 我加工一个箱体 然后呢又自动的把它搬到第二个机床 我把它转几个孔 然后再把它自动的搬到第三个机床 自动的再进行第三个工具的加工等等 这个是柔性制造系统 那么告诉我DNC来说 就是柔性制造系统中夹工单元的控制 它可以实现的功能 输入加工设备 运行监视 加工与辅助设备的控制 加工数据与检测数据的上下 传送故障的诊断等等 硬件连接是1点对多点 一台机床可以连接16台CNC 这是DNC1的功能 主要是实现的 这个CNC系统和机箱机之间 传送数据的一种通讯协议的指令库 那么DNC2呢 它的功能就是DNC1 这里写错了 这是1 与DNC1呢是基本相同 只是通讯的协议呢不同 DNC2用的是欧洲常用的一组协议 另外呢 它的硬件是点对点 一台机床呢 一台计算机可连8台CNC 最快的速度是12 KB每秒 这是DNC2 好 那么这个选项里面 选项功能里面 HSSD高速串行走 现在又是什么呢 是 高速串行走线 是CNC与主计算机的连接接口 那么这个总线不要跟我们前面所讲的 FSSD搞混淆了 FSSD呢是串行四伏 法南克串行的高速串行四伏总线 它是CNC与四伏相连的总线 这个呢是CNC与主计算机相连的接口 这个也是用于两者之间的数据传送 它呢不仅仅传送DNC1和DNC2的数据以外呢 还要传送CNC的各种显示画面的显示数据 因此呢我们有时候 还可以将这个机床 将这个机床系统和跟电脑通过HSSB 这个总线相连 我们直接来操纵通过这个专用的软件 直接来操纵在计算机的界面上的操纵系统 也是可以的 好 还有呢以太网 以太网口 以太网口是CNC与以太网的接口 那么目前法南克提供了两种以太网口 一种呢PCMCIA卡 和一种内埋的以太网口 用这个卡的话呢可以临时传一些数据 用完之后你把它拔下来就OK了 以太网呢 以太网版呢它是装在CNC系统内部的 它可以长期与主机相连 实现加工单元的实时控制 这是以太网口 还有最后呢数据服务器吧 数据服务器功能 数据服务器功能是用于在线加工和程序传输 比传统的RS242通讯方式相比 也就更加稳定 使用数据服务器功能 还要配到高速的以太网版和数据服务器功能 电脑还要装装的软件 这是功能啊 这是这个CNC它的基本的功能和选项功能 好 我们再来看看呢 这个CNC的外观 好 这个图是0IC显示器的外形图 实际上这是显示器的配面 这是CNC的一个外形图 它呢 有些接口 这里 这个对就正确了 这是电机的 这是风扇 有电池 这些的有些接口 那么这个呢 是接计算机的22口的两个串口 这是接模拟主轴的 这个JDEA是接IOLINK总线出来的 这个JA7A是接四伏主轴的 串行主轴的 不是接串行主轴的 就是从外面看 它的外观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个电源模板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这个图呢 是前面刚才这个图的 这个外壳拆掉之后 我们就变成了这样的图了 它里面 我们看到它是显示器跟主板的结构是E 这个显示器跟主板是一体型的 把外面的盒子一揭开之后 就看到了最明显的看到这四大部分 四大部分 这个最右边这个呢 是CPU 对应的就是这个东西 CPU卡 那么CPU卡包括了CNC的CPU的模块 操作系统 DRAM和标准的RX232 串行通信接口的旗舰 中间的这个呢是显卡 显卡对应的就是这个 而显卡 它包括了显示控制 CPU的模块 DRAM VGA控制器 图形控制器 以及呢 以太网的通信接口的旗舰 最左边这个卡 轴控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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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了DSP模块 SRAM模块 SRAM与FSSB总线接口的旗舰 最后这个呢 是电源单元 电源单元 电源单元输入为24V直流电 系统调书24V直流电 经过电压以后呢 在印刷板的内部 再把它变成5V 3.3V15V的电压 3.3V15V内部CPU实用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把这三块板 还能拆下来 好 我们把这三块板 这个图就刚刚的 把轴卡 显卡 CPU卡 这三块板拆下来之后 这三块板拆下来之后 我们就看到 得到了这个图了 就得到这个图 这个图里面呢 就有存储卡 和模拟主作卡 好 这边这个图了 这边这个图了 那么这个是存储卡 这是模拟主作卡 在使用模拟主作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这个模拟主作卡 不然的话 模拟主作没有信号输出 那你这个到底装了 模拟主作卡没有呢 你在诊断里面可以判断 那我们呢就可以查了 诊断号400号 好 注意诊断号400 可能参数400 是不是一回事 参数你可以修改 诊断呢 也是没法修改 主要是给你看的 检查的 然后诊断号400的第一位 第一位 第一位 就是从右边往左边说 第一个是0位 第二个才是E位 第一位是表示 模拟主作控制所需要的模块 如果它为0 表示A没有安装 如果为E 但是我已经安装了这个模拟主作卡 那么这个里面 还有呢 PMC PMC它是内置的 包括了CPU的模块 PMC的存储器 这个IOSRAM 还有IOLINK总线接口等等 那么CPU显卡 轴卡 PMC FROM SRAM 模拟主作选件 以及MDI单元 串行主作呢 可以在单元内部 通过总线 链接 RS232串口 以太网通信接口 IOLINK总线接口 FSSD 这些总线接口呢 可以从外部 连接 会跟外部连接 我们再来看 在MDI LCD CNC集成式的结构中 我们呢 这个显示器 显示器跟键盘 MDI 以及CNC呢 它是集成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 是水平安装 还是垂直安装 这个是键盘 水平安装的 这个是键盘的垂直安装的 好 那么 复健呢 看看CNC的复健呢 有 法拉克的标准操作面板 这是它的操作面板 你说 右边这一块 右边这一块叫做主面板 这个标准操作面板是法拉克公司根据典型的加入中心 常用的 这种加工中心呢 洗床和车床的要求 专门设计的 通用的面板 是属于CNC的附件 那么也是选件啊 用户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选用 那么你可以用它法拉克的这种标准操作面板 这是贵的 要么 也可以呢 你可以自己做 也行 自己做也行 那么 法拉克的标准操作面板呢 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主面板 主操作面板 我们又称为主面板 左边的这个人是子操作面板 我们把它叫做子面板 主面板上有操作方式选择 比如说这个自动运行 这个是Edit模式 编辑模式 手动数据输入模式 回参加点模式 等等 这八个都是操作方式 这八个都是操作方式 还有呢 轴选择 选择 H 轴 Y 轴 Z 轴 第四轴 第五轴 轴选择 还有呢 这个程序运行 这个是程序运行 启动 还有主轴控制 等等 这些按键和指示灯 它每一个按键都配有一个指示灯 上面这个小点就是指示灯 并集成有呢 IO link走线接口电路 比如说这个板子 接到系统中去 不是可以通过这个 GDEA GDEB出来 GDEA 与CNC相连的 紫面板又分为A型的和B型的 A型的是水平布置的 它有净给速度倍率 这个是净给速度倍率开关 由主轴转速倍率开关 由急停按钮 由程序保护按钮 那么CNC启动和停止按钮 B型的呢 它就有没有CNC启动和停止按钮 其他的 那么在把显示器MDI和标准操作面板 进行统一的布置呢 我们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比如这种水平布置的 比如这种垂直布置的 也有呢 那紫面板主面板显示器和键盘 垂直布置的 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在那CNC的第一 这是第二个 就是附件操作 标准操作面板这种附件 我们看到的 还有手轮这种附件 手轮也是属于CNC单元的附件 法纳克的标准手轮操作 单元为悬挂式的 可以挂起来的 单元上的装有 手轮轴旋选的开关 这个是手轮轴的选择开关 如果说我们用手轮来控制X轴 我们就把这个开关打到X 如果要控制Z轴 我们就把这个开关拨到Z 还有呢 手轮倍率开关 这个是手轮倍率开关 乘以1表示 它的倍率为一个mu 也就是说我在摇这个手轮的时候 手轮移动一格 不是一圈 是一格 比如说0到10 这里是10格 移动一格 鸡床呢 是走一个mu 走一个mu 好 那么乘以100呢 就是表示 我移动一样走 100个mu 也就是说0.1个号码 这就是手轮 手轮呢 又叫MPG 就叫做手摇脉冲发生器 MPG 为什么叫MPG M就是手动 就是manual P呢 是parse 脉冲 G呢 是generate 产生 generate 啊 叫手摇脉冲发生器 叫手轮 解冲了一手轮 这是第六点啊 CNC单元机器复件 下面我们讲第七点 第七点实例 IO link 从占设备 我们前面讲啊 0IC系统的组成 主要是 两大网络总线 一种是 IOlink总线 一种是 FSSD 总线 那么 每条总线上面呢 又有 主站 总线 和 从站 IOlink 总线 总线 它的主站 就是 这个 内置的 CNC里面 内置的PMC 那么 它的从站 是 网络控制系统上的名称 它是受主站 主站就是 PLC 啊 就是我们内置的PMC 它是受主站的控制 并用网络通信方式 进行数据传输的 IO设备 在 CNC的系统上 它也就是 传统意义上的 连接机床 或者 操作面板中的按钮啊 形成开关呢 指示灯 电池阀等 开关量 IO的连接单元 或者说 PLC的 IO模块 在 FsLink I系统中 IOlink 这个从站 链接在总线上 所有的从站 必须 它具有 它必须有啊 法拉克标准的 IOlink 走线的接口 必须要有这个接口啊 这个接口的标志现在就是 JBEA JBEB 有这个接口啊 它可以通过 法拉克的网络传输协议 与IOlink 这个走线 进行链接 通信 好 那么看看第一个 从站设备 分布式IO 这个是 分布式IO 分布式IO 是PLC控制系统的标准设备 它的特点是 通过网络的通信功能 可以将分布于主机各个部分 但由相对集中的 各种执行元件 检测元件的IO信号 统一汇准以后 利用简单的通信总线 与PLC的连接 从而减少 现场 接线的工作量 分布式IO的实质呢 就相当于 将PLC的IO模块分布到了 远离PLC主机的位置 但是 分布式IO 还有 机床IO连接单元 机床IO连接单元 与分布式IO单元 比较呢 机床IO连接单元呢 具有 IO点数多 体积小 成本低的特点 但是它的IO规格是固定的 分布式IO的通用性强 IO点数和IO规格可以变 它在后面是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那种 可以少几个多几个 它具有模拟量的输入功能 它具有模拟量的输入功能 那么你看这个机床的IO单元 它里面的IO点数就是 CP104 CP105 CP106 CP107 从这四块 四条点笔键出来 它的IO点数是没法变的 好 这是第二种IO link 重战设备 我们再看 还有 βi系列伺服驱动器 它也是一种IO link 重战设备 它是具有 这种βi系列的伺服驱动器 是具有IO link接口 一定是要具有IO link接口的β系列伺服放大器 它可以通过IO link走线 这里都是IO link走线 与PMC 与PMC 链接 成为PMC的辅助 控制轴 那么 IO link 它可以控制呢 刀铺 刀铺定位 比如说我 刀铺 我要换刀 换DG把刀 要转到DG把他定位 可以呢 来控制 分度的工作台定位轴 我加工工件的时候 我加工了一面 我要在工作台旋转一下 让工件呢 旋转另外 旋转到另外一个面 加工 要用到分转工作台 还有呢 机械手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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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送销料 可以用到这个IO link 那么注意 有时候呢 你会看到IO link轴 也会听到呢 PMC轴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不要把它混淆了 PMC轴控制对象 是CNC轴 是CNC轴 控制权是PMC 也就是说 CNC轴呢 就是比如说 洗床 洗床我们通常说 三个轴 X轴 Y轴 和上下一半的 Z轴 如果说是历史的话 这三个轴就是CNC轴 PMC轴就是说的 用PMC程序来控制 这个基本轴 但是IO link轴 就不一样了 IO link轴 控制对象 它不是CNC轴 它是机床辅助 驱动轴 当然控制权也是PMC IO link 从占设备的配置的原则 刚才讲了几种 IO link 从占设备有分布式IO 机床 IO段元 有BetaI的 但有IO link BetaI的伺服 驱动器 IO link 从占配置的原则呢 首先 网络 采用的总线TOP的结构 各个从占依次串联链接 都是串联的 都是通过JDEA到JDEB JDEA到JD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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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 link 从占 是16个 16个 这里只有几个 最多只能链接16的设备 而且呢 不同规格的IO link 从占 在网络上的位置 是没有固定要求的 也就是说 现在我这个分布式IO 是接到 是从 这个机床IO单元 接出来的 那我们他们两个呢 也可以交换位置 这个BetaI的驱动器 也可以和其他任何交换位置 它的位置是不固定的 但是 它的地址要设定 地址要设定 地址要设定 地址的设定 我们要通过MDI LCD面板 来进行设定 IO link 总线链接的时候 JDEA JDEA 是总线的输出端 也就是说 我们要接IO link 从站的时候 总是从JDEA 接出来 接到JDEB JDEA 出来 接到JDEB 线来 一头是JDEA 另一个JDEB JDEA是总线的输出端 与上一级 总线的输出端 与上一级 从站相连 总线的终端 也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最后一个 IO link 从站 它的JDEA 它的终端 是不需要终端 连接器的 这是讲的 IO link 从站 设备 以及它的 配置的原则 下面讲 从站 IO link 从站 设备 配置的原则呢 还有 我们讲了 有 单个从站 所链接的 IO点数 不能 超过 256的输入 256的输出 也就是说 每个从站 你再用最多 16个字节的输入 16个字节的输出 所有从站 实际上使用的 IO点 总是来受到 PMC功能的限制 在FS0IC 最大的是 1024个输入点 1024个输出点 所有从站 加起来 最多怎么1024 0IMATE C 最大是240个点 160个点 240个输入点 160个输出点 基础上每个手轮 占用的输入点 是8个点 每个手轮 那么0IC可以配三个手轮 那么什么就是24个输入点 24个输入点 24个输入点 这个 这就是Iolink 从站设备 Iolink从站设备 以及它的 从站设备的配置的原则 下面我们看 第二条 网络总线 网络总线 FSSB的 从站设备 第八 FSSB 从站设备 FSSB 是 法纳克 Serial Server Bus 法纳克 高速 串行 四幅 总线 那么 FSSB 连接的是 0IC的 系统 和 四幅驱动器 它是连接这个 系统 和四幅驱动器 它的 传输的戒指 是 光了 戒指是光了 所以 传输的速度很快 那么 如果连好了 FSSB之后 我可以在CNC里面的MDI 和LCP单元 就显示器 和键盘 单元上的 直接对 驱动器的参数和状态 进行统一的 这个设定 调整和监控 FSSB的从站设备呢 就只有两种 它就简单得多 一种呢 是 四幅驱动器 一种是 一种是 分离型的检测借口 检测 接口 两种 那么 FSSB 从站的最大的数目呢 五个 是五个 包括哪五个呢 对于 起床来说 对于FM-0ILC型号的 最多是五个 包括 四个 轴 因为它是可以扩展的 它总共有四个轴 再加一个分离型的检测借口 所以加起来有五个 从站设备 最大可以接五个 从站设备 我们来看第一个 从站设备 四次驱动器 0IC用的四次驱动器 我们分为 两种 一种是 Alpha i系列的 四次驱动器 一种呢 是 Beta i系列的 四次驱动器 我们前面呢 讲 0i 主要配的是 Alpha i系列的 驱动器 0i Mata 主要配的是 Beta i的 因为出于成本的考虑 配的是 Beta i的 系列的四次驱动器 Alpha i系列 为模块化的结构 驱动器呢 由 电源模块 四次驱动模块 和主轴 驱动模块等 组成 它的这个 具体的接口 我们后面会讲到 电源模块是公用的 就是说 这个电源模块 四次驱动 也给四次驱动来供电 也给主轴驱动来供电 为了缩小驱动器的体积 在Alpha i系列的 四次驱动器 模块中 对于小功率电机的 驱动器模块呢 还可以采用 双轴的 三轴驱动 一体型的结构 那就是我一块 驱动器可以 驱动两个轴 驱动三个轴 可以接两个电机 三个电机 这是Alpha i系列的 四次驱动器 Beta i系列的 四次驱动器呢 可以分为单轴型的 SVM 和多轴型的 SVPM 两类 单轴驱动为 电源四次驱动 一体型 多轴驱动呢 为有两个轴加主轴 还有呢 三个轴 加主轴 两个机构 一体型驱动的 全部的四伏轴 主轴 电源等 控制电动均采的 一体化设计 无法进行分离 那么这是Alpha i系列的 这是Beta i系列的 单轴型的 这是Beta i系列的 多轴一体型的 这是FSSD 从占设备的第一种 四伏驱动器 第二种 从占设备 是分离型的检测 接口 分离型的检测 接口呢 主要是用于 全闭门的 输入系统来用的 它是 可以将 坐标轴 独立 位置 检测器件 比如说 光栅 编码器的 检测信号 转换为 高速光栏 FSSD 总线传输的信号 接口可以直接连接 插分 脉冲信号 或者 串行 脉冲 输入 信号 主要是 全闭环用的 一般呢 一般呢 我们一般的机床 我们一般是半闭环就OK了 那么 这个电机 它有 自动 它自带的这种 反馈 反馈 那么那种呢 是属于半闭环的 这种呢 是直接 重做 直接 从这个工作台 来 检测信号 反馈到系统 叫做全闭环 这是 那么我们的第一大点 法拉克0IC 数控系统的概述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 下一节的内容呢 我们就要学习呢 法拉克0IC 数控系统的接口